各位好 我们来补充四身公式的由来 那也顺便介绍 如果是不止两层戒指 而是多层平行戒指的四身公式 它为什么是长这样 为什么是长这样 那这个符号先介绍一下 四身就是从我所在的戒指 去观察另外一个物体 物体在另外一个戒指中的深度 或者说距离 H4就是观察者看到的深度 那除上观察者所在的戒指折射率 就会等于戒指一的折射率分支 戒指一的厚度 加上戒指二的折射率 加上分支戒指二的厚度 然后以此类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就来分析证明一下 那假设现在有一个小物体 在戒指一然后这个位置 戒指一它可以很深 但是小物体在这个位置 对它而言戒指一就是这么厚 底下也可以都是戒指一啊 可是光线就从这边往上了 所以对小物体而言 戒指一就这么厚 这就是戒指一的厚度 然后这个小物体发出了光 然后经过戒指一戒指二的界面 就折射 那陆射角叫c1折射角叫c2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想一下 就是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去看 或者说从这个戒指二的这个高度呢 去看这个小物体 它的深度其实是会变成在这边 就会变成在这儿 因为偏折的关系嘛 光线偏折 那沿着这个光线来的方向 倒推回去 观察者会以为物体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虚项 所以我们先来处理 从戒指二看戒指一的情况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几何关系 这个陆射角它的内错角就是这边 这样子 然后折射角把它延伸 这条折射线延伸到这里 这里也是折射角 那这时候就会有两个直角三角形 这是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 这样子 那这个直角三角形的这个灵边呢 就刚好就是 这个 从戒指二看到的深度 还有物体原本的深度 那我们会利用这一段 这一段是 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它们共用的一个边 就是这段 这段 我们利用这一段 来写出它的公式 是这样的 L1是这个小物体 到这个界面的深度 L1 这条绿色的 这条绿色的 然后 从戒指二去看小物体 它看到的深度是L1' L1' 就是这个虚项 这样子 对过来 L1' 很巧的是 L1的tθ1 就会是这一段 对不对 这个用到三角函数 L1 假如说这个叫X 这叫X 那tθ1 是不是L1分之X 应该没错吧 然后tθ2 是不是等于L1'分之X 是不是 L1'分之X 是不是Tθ2 然后L1分之X 是不是θ1 应该没有错 所以 这两个 L1乘上tθ1 就是X 就是X L1' 乘上tθ2 也是X 所以这个等号是成立的 那这里就还要再用到一个近似 就如课本或讲义所说的 这个 四身公式 我们在讨论的四身 都是 几乎垂直往下看的情况 那因为人眼 它其实是有两边 所以两边这样看的话 还是可以看出它有深度 还是可以看出它的深度 那不过就是说 这个公式只适用于 几乎是垂直往下看的情况 那几乎垂直往下看的话 这个 这个角度就会很小 这些角度都会是比较小的 因为是几乎垂直往下看的 所以 光线大概也只有 也只有稍微的偏 然后到眼睛 然后到眼睛 然后这样子看下来 这样子 好 所以 这里我们就会运用到 当这个角度很小的时候 tθ大约会等于xθ 这个是数学上可以证明 但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直接把数学上的结果拿来用 所以我们就把 tθ1和tθ2 换成sinθ1 sinθ2 并且一项 一项 所以变这样子 那根据前面的斯乃尔定律呢 我们就可以把 sinθ1 比sinθ2 写为 n2比n1 sinθ1 就会等于n2比n1 这个就是 前面介绍过的斯乃尔定律 好 所以这样就得到第一个式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找 第二层 第二层 那对于戒指2而言 这个时候 他看到的小物体 已经来到了 已经来到了 这个位置了 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红色的那个位置 那红色的那个位置 是从戒指2来看的 那再从红色这个位置呢 发出的光 再经过 2到3的界面 再折射出去 这样子 然后这边 再把 再沿着光线往回推 会以为说 是从这边发出的 这样子 好 那 所以呢 从 这个界面 算到这一个像 的距离 就会是 戒指2的厚度 L2 再加上 刚刚从戒指2 看小物体的四升 L1' 所以这时候 是把这两个加起来 从这边算到这边 从这边算到这边 那 都当成是在戒指2当中 好 那这时候 这两个加起来之后 用跟刚刚一样的概念 跟刚刚一样的概念 这整段 整段乘上 Tθ2 就会等于 这个X' 然后 这一段 H4 它乘上 Tθ3 也会等于这个X' 也是这个直角三角形 跟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 共用这个边 共用这个边 所以就可以写出这样的式子 两边都是X' 好 那这时候呢 再利用 Tθ在角度很小的时候 大约得Sinθ 那跟上面这边的处理方法一样 就是把Tθ 除过来 然后再把它写成Sinθ 就会变成这样子 其实是把这个除过来 把这个除过来 因为我们最后想要知道的是 最终的式身 好 那这时候呢 再把刚刚的第一式 它的结果 把它带进来 把它带进来 所以就会变成L2 第二层戒指的厚度 加第一层戒指的厚度 乘上 第一层的折射率 分之第二层的折射率 然后Sinθ2 和Sinθ3 跟刚刚一样 也是可以利用Sinθ定律 把它写成 N3 比上N2 Sinθ2 比Sinθ3 就等于N3 比N2 好 那再把这个乘进来 最后就会得到 把N2乘进来 把N2乘进来 N2分之第二层的厚度 再加上N1分之第一层厚度 再乘上N3 再乘上N3 最后 这左边这边是H4 次身 最后再把N3除过来 等到左边 就会得到下面这样的式子 就会得到下面这样的式子 好 所以以此类推 我们刚刚自用这种方式 去算出第一个式子 好 第一个式子 其实它也可以写成这样 就是 L1π 然后 比上N2 就会等于 L1 比上N1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是用类似的方式 再找出这样的关系 就是 所以以此类推 就可以推出到 多层平行介质的式身公式了 好 那再强调一次 它这个式子 只能用在小角度的时候 小角度的时候 就是从 几乎是从 正上方往下看的时候 才可以适用 好 谢谢 谢谢